微信里的美女是真是假 从未见面的微信好友推荐投资可不可信 听过反诈讲座的老板为何还被诈骗 杀猪盘的诈骗套路能否破解 擦亮眼睛 诈不敢来 心存杂念 诈从天降 诈从何来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2021年3月30日 山东省林仪市公安局河东分局的民警 急匆匆赶往高铁站 他们要乘坐当天去湖南省长沙市的第一班高铁 立正在一个女犯罪嫌疑人没有觉察的情况下 将她抓获 因为她涉及一个案值200多万的电信诈骗案 被骗的人是河东区的一个企业主 今年是3月29日 王某某急匆匆来到我们反诈中心 说自己投资被骗了 骗了200多万 王某某某在林仪经营一家物流企业 规模不大 但业绩不错 每年都有盈余 她手头也有赋予资金 打算在其他领域拓展投资 一个不经意的机会 她在手机上加了一个美女为微信好友 在2021年2月份的时候 王某某在微信上认识一个自称叫张某的一个女子 张某在她的朋友圈里面 有好多的一些自己的生活照 出入高档场所 生活很富足 一看是一个富家女孩是吧 她是叫张天 叫张天 我给你耍也叫张天 她也是破耍的 就是张天 张某漂亮的外表 很快赢得了王某某的好感和信任 双方开始交流一些业务上的事情 不久张某推荐王某某做比特币投资业务 突然间有一天 张某呢 告诉王某某说 我这边可以 她的舅舅正在做这个比特币投资这个生意 从中赚了很多钱 问她有没有兴趣 她舅舅是在那个国防了 然后她舅舅形成模式改变不了会 她一般超越比特币了 对吧 应该是可以 她突然来说 那个那个 她给她舅舅把他投入了什么 正经完美气 王某某对比特币完全不了解 可是张某承诺的高额回报 对她产生了诱惑 另外她也想通过投资 增加与张某交往的机会 于是就提出与张某视频 王某某说 这是她和张某仅有的一次视频 虽然她没看清楚对方 但她认为 对方一定是一个漂亮聪明的女子 又有很好的社会关系 从这以后 她就开始大笔大笔的投资 王某某呢 深信不疑继续汇款 前后是30多次 打款共计226万 200多万资金投出去之后 王某某自己的企业资金周转 遇到了困难 另外 这些投资都是她的个人行为 连她妻子都没告诉 她以为马上就可以回收 并大赚一笔 可没想到意外发生了 王某某持续得不到回报 然后就咨询这个张某 张某说 她舅舅出了一点事情 这个钱款呢 可能要晚一点回笼 然后王某某呢 耐心等待了几天 结果发现自己的微信被拉黑 对方的手机号也关机了 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 急忙来到我们公安机关 报警求助 王某某报警时提供的 张某的线索很有限 仅有的那一次视频 还被王某某自己删除了 民警只能根据王某某手机上 残留的相关信息 进行落地查询 我们通过王某某保存的这个截图 我们确实掌握了这个 发朋友圈的这个人的 真实的身份信息 截取了他一个比较清晰的 一个头像 然后锁定了这个 这个真实的张某 张某呢是湖南长沙人 民警马不停蹄赶到长沙 并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 找到了张某 将他带到派出所 张某也承认 王某某手机上的照片 是他本人 可是他说那是别人 盗用了他的照片 而且他已经登报发表过声明 后面有很多人 跟我讲了过后 就才去想到报警 他说他没有造成实际上的损失 或者伤害 他就不能报警 这个不是我 帮有很多已经登报声明 他在2019年时候 就对外发表过声明 我的身份信息被多人冒用 进行实施诈骗 所有产生的这个诈骗信息 不是我个人所为 照片上确实是他 但是他说自己从来没有跟我们受害人聊过天 微信号也不是嫌疑号码 所以说我们才确定 当时跟王某某聊天的犯罪嫌疑人 是冒用了我们找到了这个 真实的这个张某的这个照片 我们通过他的手机微信 一看他的手机微信里 一千多个好友 具体是哪个人 把他的信息转发出去 或者是利用他的头像 利用他的图片进行诈骗的 我们现在无法确定 张某被排除作案嫌疑 民警只好对案件复盘 重新梳立王某某被骗的线索 由于王某某在报案时忽略了一些细节 手机上的一些信息也被删掉了 造成王某某单方面被骗的印象 其实这个案件符合近几年 非常流行的一个诈骗套路 它有一个残酷的名字 叫做杀猪盘 所谓杀猪盘是一个口语化的一个称呼 怎么讲就是受害人 正在被犯的嫌疑人所用 正在被宰割 诈骗的过程分为养猪 杀猪在基本上这两个环节 养猪的话就是进行感情培养 感情投资 先谈感情 这时候骗取了受害人信任 然后开始实施杀骗又是投资 获取这个赃款 他们称之为杀猪的过程 杀猪盘骗局的前期 一般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是以一个美女或帅哥的图片为诱饵 第二是拒绝与被诱惑者见面和视频 在前期赢得信任 后期才开始吸引投资 初期的话 他基本上就是在网上下载一些美女的图片 或帅哥的图片 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高富帅 或者说白富美和受害人进行网恋之类的聊天 然后紧接着他需要培养感情 他进行感情的培养 然后开始沟通 今天徐寒问 明天给你发个暧昧的短信 一直持续在一个多月左右的时候 他就开始说我要投资 又是受害人不断地往里边打款 这个最佳资金 王某某的案件 完全符合杀猪盘的诈骗方式 明天仔细分析了王某某的受骗过程 认为他从手机中删除的一些东西 是在刻意回避他与张某的关系 应该有一些比较漏鬼 或者一些敏感的一些话题 可能不想让我们知道 可能更不想让家里人知道 长得比较好 然后这个声音比较甜美 在一个有生活比较富足 王某某通过这个认识他之后 就感觉想要继续地 跟他深入地接触 王某某表现出来的这些心理变化 正是对方需要的 被对方抓住并备用 目的无非是让王某某出钱 王某某在不知不觉中被控制了 自学自愿地投资 并且不断追加 加大力度投入之后 本来这个三十万 后来变本家里说 你再投几十万吧 我们的反例会更多 越来越吸引他 越来越吸引他 到最后他想取现的时候 或者是说要还钱的时候 联系不上 联系不上被骗了 那个时候才感觉被骗 他是一步一步射套进行诈骗的 林仪市公安局河东分局的民警 针对各种各样的电信诈骗行为 进行过宣传报道 目的是让群众识破电信诈骗的真面目 避免上当受骗 民警对电信诈骗的各种套路 进行了非常专业的总结和拆解 其中就有杀猪盘 从今年情况来看的话 应该是兼职刷单类 占的比例比较大 能占到整体案件的百分之三四点六 然后那个杀猪盘类诈骗 能占到百分之二十七点五 从近几年出现的一些电信诈骗案件来看 杀猪盘的案例不在少数 为了防止群众被骗 民警认真总结了杀猪盘的特点 并且告诉群众 识破骗局的简单而又有效的办法 针对杀猪盘在一块一定要了解对方的真实身份 防止你通过叫对方培养的感情 错误地认识对方的经济状况 而信任对方的话容易被对方欺骗 有一条就是天上不会掉线命 白富美或高富帅 他凭什么对这个普通的你这么热情 这么这个引导你去进行这个投资收益 只要记住这一条 应该就不会受骗 河东区反电信诈骗的宣传非常深入 经常到社区 街道 学校 企业 现场说法 可是有些群众总结胆 电信诈骗落不到自己的头上 听宣传只是看看别人的热闹 等诈骗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完全没有辨别能力 我们有一个派出所 头一天下午的时候 有一个女士来报案 说这个因为在网上刷单 被人骗得一万七千多元 第二天一早刚上班的时候 又来到这个派出所 派出所同志以为是 他来推出案件办理 结果他说 昨天晚上回到家以后 刷单的时候又被骗了 民警很奇怪 说你同一类的诈骗 怎么会接连两次呢 他说上一次是骗子 这一次以为是真的 这是我们平时公安警官 中间出来的 常见的一些诈骗说法 网上刷单的 还有网贷 平台要求 会款手费的 这些都是诈骗 自成公安法要求贵款 到安全账户的 还有通知家术 民警有时还会专门为一些平时比较忙的经理老板 举办反诈骗讲座 有时还会把他们请到派出所接受培训 让人非以所思的是 王某某就曾经作为企业的代表 听过反电信诈骗的讲座 他曾经代表他们企业 到我们辖区派出所去开会 为什么去开会呢 就像让这些企业主了解电信诈骗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多少有几种手段 让他们回他们工厂 向员工进行宣传 但是恰恰没想到 他自己却上当受骗 宣传片也看了 这个民警对他提示也讲了 他可能没真正往心里去 也就可能就说没做到入脑入心 真正发现到他身上的时候 他还没有意识到被骗 民警在寻找张某的同时 已经根据王某某的转账记录 确定有11张银行卡直接涉案 民警给这些卡叫做一级卡 这些卡的主人 集中分布在湖南 湖北一带 但根据民警的经验 这些卡多半不在主人手里 而是被犯罪嫌疑人买走 充当洗钱的工具 第一是直接的卖卡 把自己的银行卡 手机卡 网银 直接出售给犯罪嫌疑人 一套五百 一千 两千 不得 第二种就是说是 如果说这张卡里面 没走一万块钱 你可以获利五十 三十 二十 这种行为我们现在称之为帮信罪 全称的是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罪 王某某压根不知道这十一个人是谁 却多次把钱直接打进了这些银行卡 而卡里的钱很快就会被转走 第一卡里 百分之九十九的都没有钱了 为什么说百分之九十九呢 还有百分之一的 是仅限于几块钱 几分钱 剩下全部都是零 全部都转空了就是 它分到了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甚至到十几级 我们每个卡都要追踪到底 民警经过复杂的研判 初步确定 这十一个人中 至少有两个人 是银行卡的真正主人 一个是接收王某某 第一笔钱的祝某 他因涉嫌诈骗 已经被甘肃警方抓捕 另一个是湖北襄阳人张某某 民警对张某某经常出没的地方 进行了蹲守 发现与他一同进出的 还有四五个人 非常像他的同伙 极有可能与这个案子有关 时机成熟 民警决定实时抓捕 没想到取得了意外的收获 打开房门之后呢 掌握我们的所有的犯罪先人 都在里面 发现四台电脑 还有所有的手机银行卡一堆 紧接着在另外一个房间 发现了我们的 我们要抓的一级卡 张某某 对张某某实时抓捕 并且对他同伙的人员 也进行了控制 原来这里正是民警要寻找的 洗钱窝点 张某某刚来这里工作不久 当时还有他的两个同伙在现场 也被控制起来 民警在第一时间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审讯 张某某交代 他和吴某是同乡 起初吴某只说要借用他的银行卡 他说张某要用 我说借用你 不保险 他说的话都是自己的 就是跟自己 然后的话给他之后 行完之后 按一万块钱 五十块钱的好处费 到时候陪我 你什么时候算你的这张卡 三月十五号左右 在哪里办理 张某某的银行卡被吴某征用 张某某不费什么力气 就能挣点小钱 这让他很动心 就跟随吴某成立了一个公司 其实就是洗钱窝点 民警们形象地称之为水房 他们两个说 这个吴某是出资 出钱 出技术 然后建立了这个水房 境外的金主 然后开发了一个软件 APP 他们来操纵 这所有的钱 流进来之后 他们再流出去 然后把一个 就像一个大染缸一样 把所有的赃款 到这个清水里面 把它混合了 然后也有好的 也有坏的 到最后全部变成了 洗出去的 变成了白的 境外的金主究竟是谁 张某某和吴某也不知道 但他们交代说 公司成立以来 已经转移过很多笔资金 累计有数千万之多 这些钱都转到了境外 民警们通过反复的 审讯和研判 进一步掌握了 这种杀猪盘的操作方式 根据我们掌握的这个情况 它这个是一个典型的 杀猪盘类的 一个电信诈骗 想要把受害人的钱 骗过来 然后真正的 为我所用的话 它得需要一个团队的 特别是前端的张某 负责引诱受害人 进行投资 寻找目标培养感情 然后虚拟的投资 或者是参与赌博的一些网站 然后让被害人 投入大量的资金 背后有技术人员 规避自己的 犯罪嫌疑号码 作案微信号的真实性 有一定的隐藏 后期骗了钱之后 需要一个专门的洗钱团队 把这个钱给洗白之后 为我所用 这才真正的到了 犯罪嫌疑人手里 王某某被骗走的二百多万 就是通过这样的套路 王某某起初 也不是不明白其中的玄机 可一旦被情感套住 就越陷越深 不能自拔了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 由于民警的迅速出击 已经替王某某 追悔了一些损失 这个是我们前段时间 对你这个案件出差 抓获 包括骑回来的所有的脏款 现在有这么一部分 我们下一步会继续再追赃 继续再追赃 这个哈 你把这收一下 这个是什么情况 你下不难理 做好你周围的周边的人 你要经常跟他们说 别再伤当受骗了 如果说抓到吴阳的上前 张某的话 可能说这个案件 可能就会有进一步的突破 因为我们现在 还是在外围 接近于中心 没有抓到背后的犯罪行为 然后我们掌握了 他们有跟境外勾连的 地下的买卖卡达犯罪团伙 或者是洗钱的水房 我们现在正在 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手机运用日益广泛 网络覆盖面积不断扩大 电子银行 网络支付等 无接触的经济行为 正在日常化 个人化 电信诈骗 随时还可能发生 民警的宣传还在继续 反电信诈骗的力度 还在提升 预防诈骗的理念 正在深入人心 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国家反大中心 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 经常推送的 一个是这个 十个一律 还有三不一多 还有近期推送的一个 反大灵魂八问 这些我们 这个近期都在 各个村居社区进行张贴 这些反大提示呢 比较简洁明了 一目了然 群众能便于记忆 如果说大家能夺到 这四个一律 基本上就能避免被诈骗 第一 就是凡事自称 公监法 消防税收登任院 要求你毁宽 或者 让你把钱呢 转到咱这个安全账户的 请一律不要相信 因为什么呢 这都是诈骗 凡事自称领导 老板要求毁宽的 请一律不要相信 凡事通知假说 除此要嫌费款的 请一律不要相信 经过这个 今天你们 这个面经的 这个 讲解 我明白了 我这个 回家之后吧 拿着这些资料 回家都看看 为了身边的这些印吧 我也给他宣传宣传 叫他也知道 房的杂片 商量收钱 就是一会儿 原先吃不到 这一介绍 看好了 因为现在看手机 还有网友呢 这一带 又算你中心 没危险 看看好多 学习学习 叫自己这孩子 腿手 家人 腿气 哪个都要知道 引领辛苦组织的 反诈骗宣传活动 对网络经济安全 起到重要的作用 对社会的平安 和人们的幸福 也是一个重要保障 可是 如何避免本片中 王先生的遭遇呢 那就要从 每个公民的内心 去找答案 擦亮眼睛 乍不敢来 心存杂念 乍从天降 只要对民警介绍的 反电诈知识 入脑入心 即使遭遇电信诈骗 也不要害怕 一次打出去2万 第二次又打出去3万 你觉得自己是 上当受骗了 怎么办 还不知道 下次不打了 你去问民警 如果我们给 打了1万 打了2万 如果不 我家拍哪个 会出叫您的 就是我们再追过来 第一 你要选择抓紧 时间到公安警官去破换 由公安警官 马上进行指付 在犯罪分子 没把钱打出去以后 打出去之前 我们公安警官 有一个立即指付 指付以后 有可能他们的钱 被骗的钱 就能立即指付 就在这个账户里 知道吧 这样就能避免你的手持 好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如果被骗了 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良好的网络经济环境 是人们盼望的 管理好自己的财物 不做不切实际的发财梦 也是每个人 应该坚守的原则 不管电信诈骗 有多猖獗 只要每个人 从内心深处 杜绝诈骗 就一定能够把电信诈骗 彻底消灭 创造一个 干干净净的 网络经济环境 让人们生活在 平安幸福之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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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